很多種,但是最早最有名的就是吉野櫻 櫻花的起源是這樣的 本人啊,它對櫻花本身,它就有一個很強烈的 不僅是文學,是 讀事,道,是 英輝對它來說是一種靈魂、理學、鐵學的一種修繡的儀祖 英輝,你本人是真的愛英輝 你看看很多的那種,包括他送美國法聖頓在歐比那裡 有幾個去做的那種,那就是《日出世界傳》的醫藥,你本人去送的 那他們來到阿里山砍財的人裡面,最早就是在1912年之前 就有190級,我那個裡面統統有 那當時只要有在林場的下面,一定是環華的都市 所以嘉義因為阿里山林場就整個興盛 因此嘉義那個地方,因為商人啊,要買木材啊 要做公關啊,要招待歐學那些官員等等啊 所以,阿里山鐵路下關,那當然就是九家林立的地方 那也包括啊,就是有那個記憶戶啊 那日本的,當時也在北門那裡有一家記憶戶叫做新高樓 這個新高樓就是日本藝記一樣在那裡 日本人就進去裡面 可是他們覺得呢,連要挑劑也要有一點味道 因此呢,這個就有人啊 那個老闆就是從日本去移進十顆的櫻花 種在新高樓 可是呢,依來的櫻花呢 嘉義太低啦,太熱啦 第一年開花,第二年就不開花 因此呢,那個老闆呢,就跟阿里山工作的這個先生 那個先生,宗里正還是另外一個,另外一個先生 講說,欸,這個在這裡不好 啊,這裡不開,你們拿去阿里山看看 他就把他帶上來 帶上來,這十顆裡面他好好照顧 第二年就送開花 因此呢,他就想到說 好,阿里山還蠻適合種櫻花的 因此,他就回日本的時候 他就還沒有回日本 他先啊,把每一個日本的在這邊工作人員 一個人拿一塊五塊,一塊五塊 那一塊很大塊的海 拿一塊去啊 轉他去進,從日本去 去 尾巴掌,清掌,禮拜祭 這就是阿里山櫻花的來源 所以,阿里山櫻花來源是 第一,開始是紀錄 那,接下來呢 後來又有一批 東京地大還是京都大寫 我寫的,我自己都忘掉了 那他們來種的那一批的 極野菸 就變成現在,流存在阿里山 最古老,最巨大,最漂亮的 但是已經半死的狀態的 現在都要給蘇醫生給他什麼 其實蘇醫生給他穿底那個沒有用 那個只是延後 不要說那麼快爛掉 那因為畢竟,他這個一個物種來到一個地區 那所以開花,開花沒多久 後來就漸漸不能適應,就死亡 那如果能夠適應,而且又能夠生小孩 再種子掉下來,又能夠在這裡繁衍的 那個就叫做信化 那,日本當然是隱階 說明東來到了時 他就是希望有梅花 所以就搞了一個梅眼 那梅眼也是一樣 一開始有開了幾 那個梅還是從日本進口 當時不是從中國 因為老蔣的時候是跟中國是絕對是勢不兩立的 結果呢 這個梅花沒有多久就沒有花了 所以又開始升定了 你說越能越開花不見得 因為阿里山太濕 這個地方是不適用 那我們看看整個進來 這經常一直都在壞 各位看看 坦白講,這次來我剛看的蠻難過的 因為新的建築物太多了 已經不知道在看什麼 穿這張也是這樣 剛才第一張看到的門口 那個就是國民黨過來要併更整個日本的氛圍 1976年那一場火災已經把日本時代的東西通通燒光 接著就進入國民黨時代 國民黨時代一樣就種梅花 然後那個車站就徹徹底底中國的宮廷化 九二一地震的時候就罰解了 所以要改掉 現在你看到的這個鐵路 這個新的建築是日本的工作團隊來做 那哪些人宜蘭團隊去找來的 那是在這個時代 林勝峰那個政府委員去找當年 設計東山河的那一條人做的 那這個一直在換一直在換 我們都已經看過這個阿里山這個講過 整個這個系統都不提了 所以只要我們所處在的 在整個大環境來講 那它就是屬於物靈代 也是它有整個核心 台灣人整個水資源的 那以前從北門上來 那這個坦白講 這個我一段時間也是記憶庫的 對阿里山出的 什麼時候呢 1912年至於整個阿里山詳細摘要 那個歷史通通在裡面 我想 我坦白講今天看著各位 我還蠻感動的就是說 有史以來我帶人來阿里山 你們是最守規矩 而且求知意最強 有想要的 所以 只是呢 我們的環境是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那如果可以人數少一點的時候 比如說將來就專門職務單 那我一個一個真的能夠詳細講解 而你知道講解跟你看出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真正懂職務的功力夠的 有辦法一兩計畫 讓你馬上就記得 比如說你要認識烏心石 很簡單 第一個 任何枝條的頂端 那個牙是黃黃的 硬硬線 第二個 畫 每一片葉子的肌部 那個肌那裡啊 肌部那裡 有沒有一千 Lipsca 葉盤 由這兩個聽 特徵 打死都知道 那就是無心事 因為前台灣四千種植物 只有一種是這樣 你要 哪幾個重點 譬如說鋒筷範 你說怎麼認 你拿了我 我用手摸就知道了 插插就是了 但是那個要逆這個方向 但是你說插插 你就殺 那一把那個銀山 或者是柳山給他 那插到要死 我說的是 那邊邊那邊那邊 那事實上 光是記那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識 而是真正能夠了解到 前盤 那那個不是聽一次課 那是你真的有心想要寫 那我們會從基礎課程 開這種課程給大家 然後呢 不是說要成為什麼樣子的專家 對我想起來 我們有一個 那個 有一位朋友在這裡 他一直希望把他2700多種植物的 寄送給一下有沒有 雙溪 這樣給我來了沒有 OK 那他有他我覺得蠻 蠻不錯的 有好東西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是很好 可是你知道我卻不喜歡 比如說昨天在團隊裡面 我就告訴你 你要講個人不要講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你有這樣的心的時候 麻煩你先把你2700多種 你的網頁裡面的內涵給我看看 這樣我看過才敢推薦 OK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很不喜歡 因為我從沒有說 我有什麼價值 就是怎麼樣 我去外面跟任何人 真的沒有人知道什麼 我們真的都能夠跟最普遍基層達成一片 但是我今天為什麼要說這個 坦白講啦 DHD也好啦 鄭教授也好啦 也是經過考驗的 邪術有邪術的規格 因為我不知道 你那個東西有沒有正確 如果我把你推出去 那這個責任在我身上 那我記得維根斯坦 年輕時候很狂喔 他自認也是天才 有一天上跑去找柔術 柔術當時已經是文明歐洲的大哲學家 跑去見柔術的第一句話 你認為我告訴你 我是天才 你相信嗎 如果有個這樣狂號的人跑來找你 你會怎樣回答 台灣人呢 早期我在問他們 有的呢 大部分呢 這樣大概就是很厲害的 這就是被嚇長大的 好 柔術看一看他 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天才 我不知道 請你把什麼東西拿給我看一看 他留著 兩三天後再來 柔術跟他講你是天才 但是呢 先讓我看看 好 或者我不敢推薦給別人 那你那個人敢不中心 我也不曉得你的背景 你有什麼publication 你有發表過什麼東西 你在植物鞋上的造詣如何 那我敢拿給人家的東西 其實至少 並不是說 有這樣的熱心 我覺得了不起 你看 那他很希望 能夠 大家一起來共同享用 辛苦 這也是一種付出 熱精神了不起 所以 我只是很 實在高興是這樣的 你真的好東西的話 我跟你保證 我就幫你推薦 這個是早期的 這個是早期的 ok 然後呢 我當時來到阿里山 真的是冰淨溢節 真的是天賦 那個打開那個小火車 整個氣溫截然不同 不才會去訪問那個人 第一次訪問 阿豬阿豬阿豬 阿豬阿豬就把我處理 採集標鬼 就碰到他的腿沈 傳來一陣導電的感覺 雖然那一趟 對阿里山是 可以講是很 煩昧 因為阿里山對植物學者來講 是一個了不起的聖地 非常多種的物種 通通是在阿里山 第一次採集 第一次命名 甚至於日本人 找那個原住民 爬高一點 去義山的地方 採回來 給他命名 自己沒有去採 找那個原住民 所以我的定點就弄錯了 結果把一種 一種叫做 農膽 在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植物 從阿里山這樣帶下來 他以為在阿里山採了 命名新種叫阿里山農膽 原青林 阿里山 原始 靠腰的那裡有三萬 所以阿里山沒有阿里山農膽 阿里山有義山農膽 那幾趴到 這就是這樣 那種分調是這樣來的 那當時來 我來了很難 很難過就是說 基本上都沒有原始的職務了 已經早上都 有的都會死了 來到東南搬了之後 還是吃 感覺沒什麼東西 但是呢 因為 認識陳宇霞 然後十一月就 八月十四號來這裡 十一月十四號就是排 一山三個月後 下來我們十二月就結婚了 所以說 那一次的採集 就是採到阿里山最後最大的一朵 八卦 那時候不知道 喔 喔 這是很難看的 那時候才有 可能現在又在這裡 沒辦法 有錄音嗎 什麼人家說 說也是 有一個不停的 有一個不停的 你是不是